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六百九十七集 老大 我们也要去睡了 就连小蚁和小伙也坚持不住了 回到了葫芦里 众人原本忌惮的目光 立即全部流露出一丝贪婪之意 虽然并没有太过显露 可是每个人的双眼都在放光 似乎在谋划着什么 不管怎么样 一旦等到这里的宝物分配完毕后 他们第一时间 他们必须第一时间 将这些奇异灵虫的消息传回自己的视力 这些奇异灵虫也太可怕了 这虚无大陆中有不少这种诡异的力量 有了这些奇异灵虫 完全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 可以说是绝佳的宝物 周芷威摇头看着秦晨 秦晨还是太嫩了 就算是他有点实力 也不能将这些奇异灵虫的能力 就这么暴露啊 周芷威敢肯定 此刻场上 起码超过一半的人 都已经对这些奇异灵虫产生了际语 这里是武裕 不是百朝之地 秦晨以为自己加入了单阁就可以高枕无忧 不怕别人眼红了吗 太天真了 秦晨见众人的目光闪烁 如何不知道大家的想法 事实上 就算是小语和小伙 没有表现出吞噬黑雾的能力 光凭着先前吞噬龙家舞者的势力 也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际遇了 只不过场上没有人有把握能击败他 而且势力太多了 暂时没有展露而已 秦少侠 我已经看过了 这天然阵法的确是八阶顶级阵法 虽然如今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过老夫想要破去 至少需要半个月 不知道秦少侠说的不到三天 这 吕元昊上清看了片刻天然阵法 立即说道 秦晨道 吕元昊大师和宁大师还有诸位 只需要听从秦某的命令破阵 自然能在三天之内破开阵法 这 这 听你的 吕元昊一愣 难道这秦晨还是一名顶级的阵法大师不成吗 可秦晨不过是一名下四域的弟子 虽然加入了单格 对阵法应该会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 整个下四域想要找出一个八阶阵法大师都十分困难 秦晨就算是有一定的阵法造诣 又能有多强 怎么 吕元昊大师不相信秦某 不是 只是 既然相信秦某 就按照秦某说的去做好 秦晨自信的说了 而后 静直来到了阵法前 观察了一炷箱的时间之后 立即布置了几个攻击点 扫 诸位 就按照秦某布置的攻击点出手吧 众人虽然疑惑 但是 秦晨之嫌表现得太过逆天了 再加上 有约在前 众人立即 开始祭出武器纷纷进攻 一时间 场上轰鸣不断 吕元昊和宁泽涛 都是黄级阵法大师 两人仔细观察秦晨布置下的攻击点 脸上全都有些疑惑之意 因为根据他们的分析 秦晨攻击的部位 并非是这天然大阵最为薄弱的地方 这么攻击下去 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呀 别说三天了 就算是一个月 也休想破开这天然阵法 果然 一天时间过去了 这天然阵法几乎是没一点的波动 吕元昊立即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这个 齐少侠 你所布置下的这几个攻击点 这个 吕元昊大师 三天时间似乎还没到吧 秦晨不等吕元昊把话说文 就直接打断了他的话道 吕元昊一愣 的确是没到三天 可秦晨这么做 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啊 剩下的众人中 虽然没有八截阵法大师 但是也有几个略同阵法的 同样发现秦晨布置的攻击点 并不符合常理 至于其他不懂阵法的人 也明显感觉大家连续攻击了一天之后 这天然阵法几乎没什么衰弱的迹象 大家只管攻击 若是三天之内阵法破不了 我秦某承担责任 先前的约定自然也就取消了 秦晨似乎看出了大家的疑虑 根本不等众人开口 便直接说道 既然秦晨都这么说了 自然没人再丝毫反对 全部继续进攻抢 第二天过去 整个天然阵法依旧是没有丝毫变化 众人心中虽然有些失望 可失望的同时也有些兴奋 如果真的如秦晨所说 三天之内无法破开 那岂不是秦晨的四成要重新分配了吗 按照这个架势 现在这两天过去了 阵法都没有丝毫变化 别说三天了 哪怕再给他十天半个月也不可能破开 就在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 第三天一到 整个阵法立即发出了咔咔咔的声响 这分明是阵法即将破开的节奏 众人一愣 还没等大家彻底反应过来呢 就听咔嚓一声巨响 然后就是连绵不绝的破裂声 在场的众人都知道 这天然阵法已经彻底破开了 怎么可能啊 吕元昊和宁泽涛的眼珠子一下都瞪圆了 他们两个也算是巴结的阵法大师了 竟然完全没看出来这秦晨是如何布置的身影 私子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一时间 两个人倒吸了口凉气 内心中震惊无以言表 在两人万分震惊之时 前方的天然阵法已经彻底的碎裂开了 同时一股惊人的灵药气息 弥漫而出 所有人的身上毛孔为之书长 只见到山谷中长着一株 十数丈高的巨大谷树 数百枚的七彩灵果挂在了枝头 显得极为炫了 哎 这是什么灵果 几乎所有的人都震惊地叫了起来 因为在闻到这些灵果的气息后 每个人都感觉到体内的空间 稻泽之力隐隐变得更加凝实起来 要知道 在这古鱼界的一年时间里 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凝练了七八条 多则十数条二十余条的稻泽之力 虽然古鱼界中空间之力十分的浓郁 但是这种快速凝练空间稻泽之力 总会有些不稳固的 但是如此机会 众人自然不会把时间浪费 在巩固空间稻泽之力上 几乎每一个武者都在准备 先将空间稻泽之力凝练到极致 然后等离开古鱼界之后 再进行巩固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啊 尽快地将修为提升上去 坏处就是呢 一旦空间稻泽之力不稳固 会导致后期境界的停滞 甚至无法跨入更顶级的境界 可此刻 这古老灵果树上的灵果 仅仅是散溢出来的香气 就令众人体内的空间稻泽之力 变得凝实 此灵果绝对能够有 稳住空间稻泽之力的惊人功效 几乎是在一瞬间 就有数名武皇暴力而出 铺向那株灵果树 他们快 秦晨更快 一道身影掠过 秦晨已经出现在几人的面前 同时 剑之欲剑 顷刻间就释放了出去 天地间仿佛有剑道光芒亮起 可怕的剑翼纵横刺女 拦向了那几名 铺向灵果树的武皇 剑翼爆发 几个人狼狈地倒飞出数十米 落在了地上 脸色发白 幽谦雪也瞬间来到了秦晨的身边 行出了利剑 目光冷烈 秦晨 你想做什么 难道你想独吞这灵果树吗 其中一名被劈出去的武皇对时怒吼了 死烟一出其他人对时变色 纷纷地看向了秦晨 秦晨目光冷漠 淡淡的 想独吞的恐怕是阁下巴 他冷哼一声 看向众人道 诸位 刚才明明说过的 此山谷中的宝物 秦某有四成的收益 而且有优先挑选权 怎么才过去了几天 诸位都忘记了 吕元浩大使 宁泽涛大使 两位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秦晨 冷冷的 吕元浩和宁泽涛 脸色微微一冷 的确 大家早有定论 他犹豫了一下 但是还是点头的 没错 秦少侠在三天内 破除了阵法 解决了黑色雾气 的确有优先挑选的权利 我不同意 秘明武皇立即冷喝了 当时答应 是因为不知道 这山谷中的宝物 到底是什么 现在诸位也都看到了 这山谷中的七彩灵果 对宁泉空间 道泽之力有巨大帮助 现在 这灵果树上的灵果 一共也才不到二百枚 那秦晨要去四城 也就是足足八十枚 而我们这么多人 却只能分剩下的一百二十枚 一个人才三枚所有 先前破开阵法的时候 我们不是没出力啊 凭什么秦晨一人拿那么多啊 此言落下 场上顿时传来了阵阵操杂之声 哪怕是一些原本想要遵守规定的武皇 也都犹豫了起来 八十枚和三枚 的确是相差太远了 秦晨的目光一冷 还省道 之前答应条件的时候 阁下可不是这么说的 难道阁下 省去了这半年时间就不算了吗 哼 如果早知道这个里面的宝物是这个 我们宁愿耗费半年时间来破阵 也不愿意被你一个人拿走八十枚 大家说是不是 那武皇顿时冷笑的 没错 的确有些不公平 你一个人拿走八十枚 我们这么多人 一个人 拿三枚 总共才一百二十枚 太过了太过了 那之前的两名龙家武皇的朋友 同时也趁乱 锅造起来 这能让秦晨倒霉啊 他们自然再乐意不过了 不但能报先前一箭之仇 还能多得领果 这何乐而不为啊 吕元浩和宁泽涛两位大师呢 清晨目光一寒 看向了吕元浩和宁泽涛 吕元浩和宁泽涛对视了一夜 彼此深吸了一口气 犹豫了一下 道 诸位 既然事情先有约定 我等如此违约不太妥吧 两位大师 此言差矣 在下只是觉得这样分配不公平 想要一个公平的分配而已 那秦晨的确是出了大力的 我个人觉得 给他办成 也就是十枚 已经不错了 至于剩下的不到两百枚嘛 呃 我们每个人分到五枚 如此才算合理分配啊 那武皇剑有不少人支持自己 顿时冷笑说道 是吗 秦晨目光一寒 也懒得废话 直接一剑斩了过去 急到杀剑 他一上来 就动用了杀意 施展出了急到杀剑 煞石剑 无数的剑气聚拢在一起 化作了一柄迷蒙的剑意 如开天霹地一般 展向了那武皇 剑光浮动 剑之欲剑弥满之中 天敌间到处纵横着刺目的剑气 恐怖的剑意 将那武皇牢牢地锁定在中间 诸位 咱们一起上 我就不信 咱们这么多人 还对付不了一个 小小的下思欲的小子 那武皇在这股气息下 只觉得被一双冰冷的双毛盯住了 如同死神的双筒一般 从脚底生腾起了寒意 他大吼一声 一边施展出一面漆黑的盾牌 一面鼓动其他人出手 住手 秦辰 有话好说 秦少侠 听手啊 一旁众人纷纷惊合 那两名龙家武皇的朋友 更是一前一后再度地杀来 死 秦辰冷喝 体内力量彻底地爆发了 神秘袖剑 爆发出了一团刺目的光滑 斩在了那漆黑的盾牌上 砰了一声 那漆黑盾牌在这一剑之下 瞬间被劈成了两半 盾牌之下 那武皇面露惊恐目光 身形急忙暴退 但是眨眼间便已经被灼热的剑气 给瞬间包裹 哎呀 惨叫声响起 紧接着又戛人而止 众人众目睽睽之下 那武皇瞬间被劈成了漫天的血雾 尸骨无存 一剑 长河肖家的那个中期武皇 便瞬间毙命 化成了灰烬 众人纷纷地倒洗口凉气 有不少人刚准备扑出去 硬生生地止住了 只剩下了那两名龙家的武皇的朋友 还直接扑出来 看到众人都已经停下了身形 已经在半空的两人顿时惊恐万分 急忙要后退 本来秦某已经饶过两位移民 现在看来 是秦某太仁慈了 余音落下 秦臣再度分出两剑战来 滔天的剑气 弥漫天地 如远古剑神降临 蕴含着极致的杀意的剑意 遮天蔽日 将两人彻底包裹 然后斩杀成了碎片 惨叫声落下 虚空之中再无二人踪迹 只有两片尚未完全散开的血雾 缓缓地飘散开 抬手 斩杀三大中西武皇 秦臣转身 冷冷地看着场上的众人 道 还有谁想违背诺言地 对秦某出手 静 死意般的寂静 唱上无人吭声 只是惊骇地看着秦臣 三大中西武皇 被秦臣这么一个出奇 巅峰武皇 一剑地斩杀了 如此具有冲击力的场景 让每个人的内心 久久都无法平静 看来 应该是没人想违约了吧 秦臣冷哼 转过身 手一抬 顿时 七十九枚七彩灵果 被他吸收到储物戒指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